1964年12月24日 毛泽东主席 刘少奇主席 周恩来总理 接见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国家的作家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964年12月26日 毛泽东主席 接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民兵代表团团长格乃·马哈茂德 以及代表团团员 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首都大学生和在北京学习的三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举行联欢 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子在 向各国留学生祝贺新年 祝贺他们在学习上获得高等教育部 更加优异的成绩 中外同学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更加巩固和发展 古巴留学生演唱了歌曲 古巴留学生演唱支援安格拉人民斗争的歌曲 中外学生 中外学生一块演唱亚非拉美人民反地进行曲 首都大学生 和北京的各国留学生 和北京的各国留学生一起在团结友谊的气氛中 尽情的欢乐 迎接1965年的来临 在少数民族业余艺术演出会上 各族人民用丰富多彩的革命文艺 表现了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 70岁的新疆民间老艺人 土耳共吴斯曼演唱 一心想见毛主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妹歌颂毛主席 武正云 武正芬 是四川沪宁山区有名的藏族歌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沛τ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os懂事dagowers踹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南十个少数民族演唱阿里里献给毛主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下回族自治区代表团表演鼠花 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张明星 四号青年王翠花等 运用风格独特的山歌花儿这一艺术形式 歌颂伟大的共产党 歌颂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歌颂伤歌颂伟大队 是很少适乐的人 promised将她将胃优佔代表练的 closing 六发作歌颂众大队 不可怂 every may be 这就我有素中的非经缎 一九六四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主席 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邓小平 宋庆龄 董毕武等 接见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的代表 董毕武等 充满革命精神和民族特色的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首都胜利闭幕 中共中央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出席了闭幕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讲话 他说 这次观摩演出会是我国少数民族革命的文化艺术大简阅 新疆代表土耳共 广西代表潘爱莲 宁夏代表马全国 西藏代表 土不才人 内蒙古乌兰木齐代表队代表奥日吉马讲话 他们都表示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跟着毛主席走